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来学习苹果手表的渲染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本课的学习目标 本节课呢 我们主要对苹果手表最终的渲染输出 我们首先呢 是给它制作一个背景 我们要制作一个白色的背景 然后呢 对苹果手表呢 进行产品曝光 那么最后呢 我们会用OC渲染器呢 进行渲染输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CCD呢 开始制作 好 通过前面的学习呢 我们已经把手表的各部分材质呢 制作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手表呢 进行灯光的制作 以及最后的输出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制作 那首先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 重新制作灯光 那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灯光呢 是我们之前给的一个HDR灯光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把它删除掉了 重新来制作 那我们制作的时候呢 可以参考这张图片的效果 来制作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呢 是给它来一个白色的背景 并且呢 把这个原来的灯光删掉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我们把这个删掉 然后呢 我们给它创建一个白色的背景 那这个白色背景如何创建呢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灯光里面 除了HDR灯光 还有一个纹理环境 这个纹理环境呢 可以当作一个背景使用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白色背景 我们就可以创建它 创建纹理环境 创建出来之后呢 这个纹理环境呢 它其实跟我们的HDR非常像啊 它也可以对我们的物体进行照明 但是呢 现在我不想让它照明 只是想作为一个白色背景使用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标签 在标签里面呢 我们把它这个类型的切换一下啊 现在是主要环境 我们给它改成可见环境就可以了 可见环境 这样呢 它对我们的手表呢 就不会常常照明 只是作为一个白色的背景存在 那它这个颜色呢 我们也可以控制 这个颜色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RGB颜色 当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颜色的进行调整 我们双击 它现在这个颜色呢 是90%的这个白 我们现在给它变成一个纯白 100%的白 确定 会发现它现在更白一些了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灯光的制作啊 那么灯光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咱们的手动制作的灯光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区域光啊 或者是目标区域光 我这里面呢 习惯它呢 用这个目标区域光啊 我们点击目标区域光去创建 哎 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灯光啊 这个灯光呢 就对我们这个手表呢 产生了照明效果 那为了我们这个构图的这个准确的 我们还可以给它创建一个摄影机啊 我们现在再给它创建一个摄影机 那么摄影机呢 我们直接创建就可以了 创建摄影机 好 那么摄影机的这个焦距呢 我们给它改成 咱们人眼的这个常规镜头啊 就是50毫米的 然后切换到摄影机镜头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我们把它拉远一点 稍微拉远一点 角度呢 转一下啊 大概这样一个角度 我们先把灯光的放一边啊 把灯光先调到这个位置啊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构图效果啊 那么我们设置好摄影机之后呢 把它进行锁定 右键添加一个保护标签 填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现在呢 对灯光进行调整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灯光效果啊 哎 这个灯光呢 很明显是我们这个表的上下左右啊 各一盏灯光 看到了吗 上面一盏灯光 给这个地方照亮 那么右边这一盏灯光呢 给这个地方照亮 下面一盏 左边一盏 以及后面一盏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样这个周围的分布几盏灯光 就可以把整个手表的照亮 好那现在我们先做我们旁边这一盏啊 旁边这个右边这一盏灯光 好 那么这个灯光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一下视图啊 切换到我们这个视图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效果 在这里面呢 进行调整 那这个灯光呢 它默认是摄影机可见的啊 我们让它不可见 在这个灯光后面呢 我们添加一个在可见里面呢 给这个摄影机可见的给它去掉 这样呢 我们摄影机呢 就看不到它了啊 它就不会挡住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调整它的这个大小 以及它的亮度啊 我们让它竖着 长一点啊 让它反射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已经反射出来了啊 这个 我们这个屏幕上已经反射出来了 让我们让它高一点啊 然后呢 给它的亮度呢 调一下选择标签在灯光设置里面 我们把功率呢 调低一点啊 这样它就会降低它的亮度 或者是呢 我们把表面亮度这个勾呢 给它去掉 这样呢 我们灯光的大小呢 就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亮度啊 随着我们的灯光的 这个面积的增大呢 其实它亮度 如果这个勾是勾上的话呢 它是会改变的啊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灯光呢 其实它是有渐变效果的啊 有渐变效果的 哎我们可以给它在文理里面的添加一个渐变啊 就亮度有一个渐变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渐变效果 好这是我们右边这一盏灯光啊 那现在呢 我们再给它添加上面跟左边右边啊 分别添加一盏灯光 我们可以在这个灯光的基础上呢 给它复制啊 我们把它亮度的再提高一点点 好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啊 按住Ctrl键往上提 就可以复制 这个下面这个灯光的位置呢 以及它的亮度呢 我们可以给它减小一些啊 亮度减小一些 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那这是我们手表前面的这灯光呢 就制作好了 那么后面呢 其实也需要一些补光啊 我们给后面呢 也加上一些补光 我们直接把这个灯光呢 给它复制一份啊 哎 Ttrl键 复制一份 让它照亮呢 我们后面这一部分啊 好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个手表的上下左右 前后的这个灯光呢 就制作好了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可以进行一个补光 在这个对我们这个手表表带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补光啊 手表表带这个地方呢 不够突出 我们再给它复制一个灯光啊 然后呢 把这个标签也删掉了 好 那这个表带呢 我们也给它照亮了啊 我们再往前推一点 我们把这个灯光的这个阴影可见的 也给它去掉啊 让它不接受阴影 好 这样呢 这个表带呢 也可以突出一点啊 哎 我们可以尝试的把这个背景呢 先关掉 看一下啊 哎 我们这个手表整体的渲染效果呢 就出来了啊 那我们这里面呢 可以把这个白色背景呢 给它打上啊 这是我们的白色背景 好 那么我们灯光打好之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输出了啊 那么输出的时候呢 哎 我们只需要点一下这个锁就可以了 点下这个锁 哎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呢 炫大图了啊 炫大图了 我们可以把它呢 最大化一下啊 把这个地方最大化一下 按一下Ctrl加Table一下啊 哎 把这个最大化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渲染了 当我们这个绿条呢 走到头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渲染结果呢 就渲染完了 哎 这是我们点一下这个锁啊 进行渲染 那当我们渲染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文件里面呢 哎 保存我们的文件啊 保存文件就可以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整个渲染输出的一个制作 那么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小节 本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对苹果手表产品呢 进行一个渲染输出的制作 那么我们对苹果手表产品呢 进行一个曝光啊 对它上下左右各部一展光 然后呢 加上背光 以及一些补光 那最终得到我们苹果手表的产品效果 并且呢 我们还给它制作了一个背景 那这个背景呢 是使用我们的纯色的纹理图片制作 那最后呢 我们使用OC渲染器呢 进行输出 并且保存我们的图片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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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